记者周敏洪桃园报道,桃园是3岁,陈姓,南童15日下午在龟山区迷路,待站在冒伤新城附近泪眼汪汪,不断喊着,我要找阿玛,龟山警方获报先带她回派出所安置,再透过龟山生活通脸书,PO赵杰询,才顺利找到南童的阿玛刘姓妇人赶来带南童返家。 龟山警分局大林派出所警员潘伯涵,刘丽云,陈威如霍报后,赶往冒伤新城,只见三岁南童哭红着双眼站在路旁,一旁汽机车不断呼啸经过,还好有好心的路人帮忙看着她,才没发生意外。 由于当时天空阴阴的,似乎就快下雨,警方赶忙将南童带回大林派出所安置,过程中警方耐心安抚南童,让南童从泪眼汪汪到破涕微笑,可是南童仍无法说清楚自己的身份地址,让警方非常头痛。 欢好警方善用在地的网络社团为山生活通脸书,将南童的照片批腰出后,很快就得到回应。 警方说,刘姓妇人本来正消极地四处寻找南童,欢好警方批腰出照片,她才赶忙冲到派出所,将南童平安待返家,还频频向警方道歉,以后一定会特别留意,不会再让南童走失。